嗨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那各位港漂的朋友们 还有各位不管你是优才 专才 还是高才 还是正在申请的朋友 其实大家对香港入境处的网站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不管是申请各种各样的身份 续签 受养人 都要去跟这个网站打交道 但除了这个网站上可以申请各种各样的签证 包括你换住永居之后的一些永居的申请 换护照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些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数据统计 那根据香港入境处网站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它2021年和2022年 几个不同来港计划的统计数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也就是我们停时说的专才 它首先按照申请人和界别进行了分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2021年和2022年 两者的数据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总体来讲 2022年的人数比2021年多了2700人左右 那2021年总体的 专才的获批人数是9000人 那2022年是达到了11700人 但是我们从各个类别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首先 大概分了哪些行业啊 学术研究和教育 每年大概是2100人左右 艺术文化类的 每年大概2021是107 2022是285 然后商业和贸易 2021是1092 2022是1489 然后是工程和建造 也有1500多人 2022是1290 然后金融服务 还是这所有里边人数最多的 大概是2300 2400的样子 然后资讯科技 2021是570 2022是860 然后法律和服务 也100左右 然后康乐和体育 大概100人不到的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看到 商业和贸易类的人数 是有所增长的 但是工程和建造类的 这个专才是有所下降的 然后另外呢 其他类别 就是没有在这些行业类别里的人 2021年有1000人 但是2022年有3000人 所以说这两年总和的数据差别 大概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其他类别里面 因为它没有再细分 这个其他的向下 到底是哪些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 但是总体的趋势就是 2022年比2021年 专才的获批人数 大概多了2700人 如果以2021年为基数的话 大概是将近30%左右 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增幅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专才的每月薪酬的分类 那我们就以2022年为例 每个月2万元 这里应该是港币 每个月2万元以下的人数 2022年是3000人 那对比于当年总体的人数 11700人 大概是四分之一 25% 然后2万到39999 就4万以下 2万到4万的人数 大概是4837人 那这个类别的人也是最多 就是2万块到4万块 然后4万港币到8万之间的 大概是2596人 然后8万以上的是1327人 那所以这个也印证了之前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如果你是想通过专才 通过工作签证来香港的话 基本上你的收入要在3万以上会比较保险 那这个申请人每月的薪酬分类 其实也大概证明了我的之前听到的那个传闻 那基本上按照他这个数据排列的话 3万元以上的人大概是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说如果你的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你的收入是在3万以上 那你获批的概率是会增加很多的 然后从申请人的学历分类来看呢 基本上博士占了不到1000人 962 我们还以2022为例 那硕士学位呢 其实是有3197人 学士 就是本科或同等学历的 有4300人 然后其他学历的 我就不清楚 他是什么样的学历 应该是本科以下有3290人 然后基本上硕士和博士的占比 在专才当中的占比应该达到了四分之一左右 然后本科以及以下的大概占了三分之二 那我们总结一下专才的这些数据分析 同事学术研究 商业贸易 工程建造 还有金融服务的人才 占专才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然后基本上每月的月薪 在三万元以上的 应该是占到了三分之二 然后申请人的学历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 还是本科以下 其实人数分布都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参照一下 他的数据 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机会 或者有没有可能性 去申请香港专才的签证 那我们看完了专才 我们看一下 非本地毕业生流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毕业工签 叫IANG 先看一下申请人所属的地区分类 这个地区分类其实是很明显的 一共2021年有7259人 然后2022年有103091人 所以说2022比2021年总的人数 大概增长了3000左右 然后从人数的分布来看 不管是2021还是2022 所有的人数里面中国内地的毕业生的人数 是占了绝大多数的 不管是2021还是2022都是一样的 你像2021年一共7259人 然后中国内地就占了6105人 然后2022年10391人 然后中国内地就占了9126人 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布 其实我看了一下2021和2022年 其他的国家 比如加拿大 法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韩国 美国等等 这些数据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平均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数据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但是呢 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 2021年申请香港毕业工签的有6105人 但是2022年有9126人 2022年比2021年多了3000人 也就是多了50% 还要多一点点 那我相信2022年香港的毕业生的人数 并没有比2021年多出50%那么多 但是从这个趋势来看 2022年明显大家希望在香港拿到工作签证 并且在香港发展找工作的人数 有了明显的上升 这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按申请人的学历分类 我们以2022年为例 博士学位一共有1326人 然后硕士学位有7023人 学士也就是本科有2014人 然后还有其他同等学历的人数就比较少了 所以说硕士占了所有的香港毕业工签人数的七成 然后再加上博士 也就是说本科以上的人数占了超过80%的毕业生的人数 那关于这个数据呢 其实我想首先讲一个我听到的一个有意思的传闻 据说2022年香港的 我听到的一个数据是理工大学的数据 好像说理工大学的申请人数比2021年涨了20倍 还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传闻 没有经过证实的 我听别人这么讲的 所以也可以看出 其实这几年香港的留学迎来一个非常火爆的局面 有很多很多的希望继续深造 希望继续提高自己的学历的朋友 他都想通过申请香港的学校来完成自己这个学业的上升 那其实拿毕业工签也就是这个ING的朋友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是硕士毕业 假设你的硕士在香港读一年 从你入学那天 其实你已经开始积累你七年的永居的时间 然后你毕业之后 现在的政策是可以拿两年的毕业工签 也就是说在你的ING首签到期之前 其实你已经有三年的在港居留的时间 你之后只需要再工作四年 你就可以满七年来申请香港永居了 那如果你是博士呢 因为你可能博士的时间 我不确定香港是三年还是四年还是五年 但是你毕业之后 你再申请毕业工签 基本上你工作个一年左右就可以拿香港的永居了 那如果你是 我之前也听到过有的朋友 他是在香港读了本硕 那其实本家硕加起来也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基本上你拿了毕业工签 找了工作 稍微工作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最近有些朋友也在问我 说我如果条件不够高材 然后我也申请不了优才 可能分数不够 或者是我的工作年限太短 经验不够之类的 那我还有什么方式来香港发展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读书的话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是确实想毕业之后 留在香港工作就业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申请ING还是申请高材 还是优才 你殊途同归 你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优才的优势 无非就是你在续签的时候 你的宽容度会大很多 然后你的计划会从容很多 但是我觉得其实 ING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说到了优才 我们再看一下优才的数据 那首先它按照申请人的行业和界别 进行了分类 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个列表 就可以看出你所在的行业 它获批优才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那你可以大概的有一个概念 那大概你的行业 获批的概率有多少 那其实2022年相比2021年来讲 总体的获批人数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的 2021年总共的获批人数是2004人 但是2022年总体的获批人数是2845人 那增长了将近40% 那我们来分行业看一下 其实它行业大概分了建筑测量工程和建造类 然后艺术和文化类 商业和贸易类 金融和会计服务 资讯科技和电讯 以及其他这些类别 那从获批的人数变化来讲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金融及会计服务 资讯和科技电讯 这两个行业的获批人数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金融及会计服务 2021年有497人 然后2022年就达到了883人 那增长的幅度将近80% 那资讯科技和电讯 大概就是跟IT相关的一个行业 那2021年有563人 2022年有817人 大概的增幅也有将近30% 那我们总体的看一下这个表格里的情况 那我们以2022年为例 明显可以看出来 金融和会计服务 以及资讯科技和电讯 这两个板块的人加起来的数据 刚好是1700人 那一共获批了2800人 金融和IT就占了1700人 我们会看出来这两个板块的人才 在整个优秀人才的这个获批名额里面的比重是多大 所以有的朋友会问我 我是什么人 他背景 是什么背景 然后我的获批的概率有多大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就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和印象了 那因为香港的这个经济发展整体的行业分布来看 那金融和IT确实是他比较看重的领域 金融是因为香港一直都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嘛 所以说这个板块是比较核心的 然后需求也比较大的 那资讯科技和电讯呢 我这几年其实也明显的看出来 那港府其实也有很多的政策来 往这个方向去发力 那不管是从数码港啊 科学园啊 还有他的很多政策的知识 都希望香港不光光是以金融立足 也希望在IT领域有长足的发展 那申请人所属的地区分类啊 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啊 就是中国内地的申请人 占到了所有的申请人的90%以上 所以说大部分的申请优才的朋友 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申请的 那从申请人的学历来看 我们以2022年为例啊 总数是2845人 那博士和两个以上的硕士学位的人 大概有四分之一 有759人 然后硕士学位或者是两个以上 学士学位的人呢 1689人 这个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那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人呢 有381个 然后还有其他的学历 就是除开这三个学历以外的其他的学历 2022年只有16个人 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硕士级以上学历的 货批的人占整体的货批的总数的比例 是超过了85%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整体的看一下 那如果你想申请优才 你的学位在硕士级以上 然后如果你是金融和IT领域的 那你申请优才货批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其实还有朋友会经常聊起说 2023年和2024年 优才是不限制名额的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优才的货批会比之前简单 它的审核难度以及要求会下降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趋势 那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个数据 那其实2023年才刚刚过去两个多月 但是呢 今年的申请人数 已经相对于去年同情了大幅的增长 所以虽然香港优才计划 2023和2024是不限名额的 但是由于申请人的大幅增加 我觉得港府只要在保持原有的 标准的前提之下 它就可以获得比之前多得多的 它想获得的这个名额 所以说我觉得港府没有动力 也没有必要去降低它的要求 我觉得它的要求大概率是跟之前一致的 而且如果港府经过这两年的高才和优才的计划 导致它获得了它计划当中希望获得的一些人才的话 那很有可能它就会在两年之后 或者是更早的时间 很快的就会改变这两个政策 所以说我觉得符合标准的朋友 不管是高才还是优才 一定要尽快的去申请 好那这期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看到的一些入境处披露的 关于各个入境计划的 比较有意思的数据 那关于今天我聊的这些话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给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